大家好,我是白丁 今天继续干比体验视频 对吧啊,反正我是体验为主的,评论其实也就更多的是一个感受了啊,反正就这样子吧,反正有时候说错了啊,观众不要太介意这样子吧,呃,然后这样子,今天说这个是什么,呃,delike,还是delike,或delike吧,应该delike就是说那个德利克吗,就反正是一个国产品吗,我之前有做过一根,比如反卡外口,那个就短钢笔吗,就把头那个给改那一根,呃,反正就你们不知道的,你们在下面评论给我吧,哈,那个,反正我也不喜欢说在这里再做过, 各种连接的,反正就这个视频你们专心看完就算了啊,反正我做东西还是比较单一的啊,然后就,盒子,反正包装都一样都是这样子一个圈圈,然后上次那个是铁盒子吗,呃,然后包着一个这样子,然后一样打开,反正就,嗯,包装合做的最好看,我觉得衣服很大这样子,呃,另外这个的话,银色,反正就,我还是喜欢素颜的包装呢, 毕竟这种包装,它叫什么,新月二五夜兰DF间啊,这里面看到,嘉庆德立克对科技,呃,原来是科技公司啊,真的吗,科技公司,钢笔科技,连不起来啊,但是我不太喜欢花那么多钱一个包装,哎,这个是哦,美工间,一个小小美工间,但这个美工间,好像有点那个小弯弯的这样子,呃,不知道效果怎么样, 但是有没有人会,会用美工间,或者有什么,有没有美工间推荐一下,我不知道买哪一个好,因为我再买一个家,买一只那个比加索的,那用的我一头雾水啊,真的不会用,不知道是我要练习还怎么样,无这个,这个,新月这个,有点毒,有点毒,有点小毒,呃,这个感觉有点小毒一点,小毒一下,这样子,呃,然后也,这样亮一点吗,好像,对,有点小毒,然后这个是吸墨器,那我先把这个给拿下,反正这种包装,你看这个整个浪费啊, 我不太喜欢这种包装,我喜欢那种就普通的,然后几笔包一下就好了,就是说,呃,从包装开始享受,不是说不好,我也认同可以,但是,我喜欢环保一点东西,然后这个打开,哎,还是一样呗,就跟那个弹笔一样,哎,这个是冰的,这块是金属的,哎,然后笔先的话,好吧,看来国产笔应该大小都应该是差不多了,呃,然后好,那个我先把吸墨器给上上去吧,哦,然后再给大家量一下那个尺寸,哎, 咦,怎么,感觉进不去了,这感觉,哇,不是很好插那种,有点紧,有点小紧,就都又不是很准,但是,呃,这里这个银圈,还是挺烂,挺烂讨喜的,一样,呃,数字笔,呃,百利金比较聪明,这里黑,这里黑,中间一根杆,他其他的笔,你看都是没有那种一体杆,有这个问题存在,然后这个是有点,这里细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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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细细,细细,细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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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中间有点抛,有点小小的摸得出来,有点点的,这样子,而且好像有点不太平均,这样子,然后看一下尺寸先吧,上面平顶,没有,没有任何的那个pattern,对吧,呃,应该也是冲压键的,正常的话,现在就比较,呃,好,下来看一下那个尺寸,尺寸是这样子,呃,拉低一点啊,有时候因为有点太阳光比较强的,现在有点看不到那个,什么就是那个屏幕,然后再下来,13点, 5,啊,13点,啊,13点2,这样子,反正偏短的一根笔,但是我觉得拿起来的时候应该会比较粗,因为他,他进去的时候应该会比较多,他进去的空间比较多,啊,这样子,好,那个,尺寸先放一边去,呃,这个先放一边,然后一样,那个,讨论的这根笔,看一下上面细节,呃,呃,其他的比较,中规中矩,呃,怎么讲呢,这个地方有点像那个万宝龙的那边,就是说中间厚,然后旁边两边薄了, 这样子一个设计,然后,当他万宝那直下,他有点这样子弯下去,这样子,呃,跟他这个两条曲线,对吧,有点呼应,对吧,这条这样子往内弯,另外两个往外弯,对,能有点呼应,但是,呃,重点不是很大,然后这两边的话,反正就正常一个,没有任何logo,反正素素的,我就没太懂,这边,这边加的一个, 呃,缓,有什么用,我不懂,呃,是不是说为了这个东西,车销手打通,会比较好做呢,呃,不知道,呃,再下来,like, 的,like的这样子一个字,呃,但我觉得是,还好了,反正就这样子,呃,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了,我觉得就,就这样子,呃,然后再下来, 反正是EFGEM,我记得我买的是,呃,de like,反正就上面笔先,你要什么装饰,我觉得不太可能了,再下来是这样子, 是要这个打开,刚刚有看过了,反正就里面刚刚进进的那样子,呃,我觉得,呃,再照也没什么意义了,好,不知道有没有螺丝呢,好,答案是没有的,里面应该没有螺丝,没有螺丝而已,不知道能不能看到,好,那个就不,不用那么多,啊,不说那么多,啊, 先来试一下笔,还是例行公式,试笔比较重要,呃,再下来,反正就,哎,哎,这边,然后一样,我从这边,啊,把光给挡住了,到时候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,嗯,这,这,说实话,这吸摩器的质量,真的不怎么样,说实话,这个吸摩器的质量,这个,它的吸摩器质量,那个,好像真的是一般般,呃,反正就,呃,我这, 这个频口比较深,所以吸摩器不是特别有吸,呃,但是也还好,反正就平常用,不是,影响不是很大,然后再下来,反正就,先试写一下吧,反正就感觉,但是暂时来讲,还是一样,呃,国产笔,我最满意的笔加一,一样是永生,果然啊,信永生,啊,信春哥得永生,啊,现在信永生,啊,然后就,哈,这个是,那个,德利克,对吧,德利克,呃, 哇,这感,这本地打磨真的不太行,本地有点太细了,然后就,呃,怎么讲呢,这新月二,对吧,写起来挺细的,有点,呃,书写感受也是不算特别好,这样子,呃,有些写,写到一个位置,可能是说弯,可能是我试一下, 对,我这么写,很滑,然后这么,对,就刮纸了,但,这里不刮,就是说他,哎,不好意思,他打磨的时候,有点怪怪的,对,这下刮,刮,顺,刮,对,他,顺的,刮上去,然后,压下来的时候,出戏很难有很大变化,就是我轻轻的这样画, 我现在用力,然后出户一般般不是特别那一个,还,还行吧,嗯,但受限感受,呃,就,他不买那根德利克的,就算是那根短端的,可能也是价格原因,品控,不是特别稳定,呃,那,或者是说我比较水,哈哈,但是,呃, 嗯,但这根笔,太刮直了,而且,他要么要很刮,要么就刮到没有什么阻力感那一种,呃,一般般这根笔就是,呃,没有那种愉悦的感觉,试一下这个,嗯,对, 笔尖是挺细的,他那个,笔尖的话,比我这个细一点,比我现在这个五音细一点,但,嗯,控制性没那么强,就是说,果然有时候到一个价位的时候,反而要信封那个品牌的那个品控,因为品牌一个,到品牌那个东西,到了一个位置的时候,他品控肯定还是有一点保战的,有时候买一个贵的东西的时候,就像那种,你平常一根十块的,你买根一百滴就在品控的, 的确会做的比较好,就是说,少一点问题,因为我自己买东西的时候,我就是,喜欢少一点问题,我不再喜欢说买一根笔,然后回来不能用,嗯,虽然说我现在四笔无所谓了,但是说,如果真的是说,呃,不是像我这样子的,随便买的,那可能是说,他真的是为了买一根笔,就是说,呃,来用的,那,直接,基本上就翻车了,像这种的,哈,那个,行,那个笔,我现在放到那边洗了,反而,但这个,呃,无可否认,还是挺毒的,活在阳光下的笔,这样子, 那一个,行,那个,今天视频就到这里,有什么问题,下面留言给我,呃,喜欢我的视频,点个赞,啊,还是不要,我,我没,啊,基本上视频也做给大家看,啊,不用这些了,哈,谢谢大家。 ,哈,谢谢大家。